对吧 二妹除要么就喝了一点芭蕉 要么就是你们说了 你们说了他什么 他才会这样子的 那些黑肥 你们给我提好了 不要一天有啊没啊的 不要比那个滑毛都还要滑 我跟你们说 有啊没啊的 只有一桌可能 只有两桌可能 知道吧 要么就是 二妹喝了一点芭蕉 要么就是 那些黑肥 跟二妹说了什么 知道吗 一位粉丝露皮 发到我 我粉丝去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二妹哭得很伤心 但是他说了几个重点 我听得很清楚 说了几个重点 就是说 他觉得 我跟他说过 说得很清楚 我说我跟阿姨只是朋友 是一个过去的事了 对吧 但是呢 有些黑肥 没事 有些黑肥 有事没事 天天跟二妹发私信 说阿伟不会喜欢你的 你长得没有阿姨漂亮 阿伟只喜欢二妹 现在你们开戏了吧 二妹哭得很杀心 你们 你们应该心里高兴了吧 那些黑肥啊 我现在这句话 是要对那些黑肥说的 知道吧 来我看还有 打一包正轮量来 家人们 多的我不想说 对 就打一包正轮量来 莫名其妙的 真的莫名其妙的 我都说了 你们有什么事来找我 说我 我都能承受得起 知道吧 我阿伟能承受得起 但是十几岁的小姑娘 她承受不起 她真的承受不起 知道吧 昨天晚上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二妹喝了一点八加一 第二种可能 是黑肥 跟二妹说 发了什么私信 她才会这样子的 不然的话不至于 也没有这个必要 知道吧 我都说了 对吧 你们要是 要是那个啥 如果说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 二妹不好 怎么样 你们就不要 看我们的直播 就行了 知道吧 无所谓 对吧 我们也做不到十确十美 也做不到人人喜欢 但是你们不要去带节奏 不要去说人家 知道吧 不要一天一天 有而没完的 我都看到过 有些粉丝私信二妹的时候 我都看到过 知道吧 说什么 阿子比你漂亮 阿子比你上娘 这个比你漂亮 那个比你好 阿伟不会喜欢你的 你不合适 你哪里哪块哪里带着去 你回你的大年上吧 一天天的真的是 对吧 二妹昨天晚上就爆发出来吧 平时他也惹了很久了 对吧 昨天晚上也爆发出来了 再加上那天 我跟阿子连个麦 对不对 我跟阿子连个麦 我觉得 大家都是兄妹一样的朋友 对吧 一起连个麦 对不对 还打了一把PK 那么聊聊天 这个也没什么 对吧 打个PK 而且 我一个二妹说过很清楚 说得很清楚 只是我一个朋友 朋友 朋友 对吧 我说得很清楚 他 他坐在我旁边 被粉丝们带骗了 因为粉丝们在皮肋里区 知道吧 一直说 说有啊没啊的话 然后粉丝们带骗了之后 他就觉得是那么一回事 他就不开心了 不高兴了 对吧 昨天 有些说怪我爸 我爸没有说别的吧 家人们 对吧 昨天晚上直播 我爸没有说别的吧 对吧 我爸就说 哎 希望呢 你们两个认识 也还没有多久 对吧 也就一两个月时间 对不对 那么希望你 希望你就是说 多坚处一下 多了解一下彼此 在 在绝地 在地毁什么之类的 对吧 那我相信 不可能就因为这么一句话 就让二妹生气了 知道吧 对吧 那老爸也是为我们好 对不对 希望能够白头到老 希望能够走到最后 对吧 不希望像现在这种 一样的事情发生 知道吧 那老爸也是为我们好的 那么后面 老爸让我连下堂堂 对吧 聊几句 那后面堂堂的被封号了 不也没有连上吗 对不对 那可能 老爸说了 这就可能二妹有点不开心 老爸让我连堂堂 那么老爸的意思 也没有别的意思 知道吧 他也希望就是说 虽然我们没有一个结果 对吧 像堂堂我们 或者阿子 我们没有一个结果 那么也保持观性 还是跟之前一样的 兄妹一样的那种 保持观性 对吧 我也没说什么吗 对吧 我的性格 我无所谓 对吧 你爸我大朋友 我爸你大朋友 你爸我大回事 我也无所谓 但是我爸他看的比较远 他格局大 知道吧 但别人看来就就不这么看来了 那么二妹也看到了 对吧 二妹也看到 可能他没有说什么 大师有些黑匪啊 我的妈呀 有些黑匪啊 又跑到去跟二妹私信 二妹私信之后呢 就跟二妹说多说些的 哎 这样子 哦 这样子 二妹爸爸不喜欢你 哦 喜欢这个 喜欢那个 如果这个是个八加一的话 我直接一口这样子 你们啊 真的是哦 一天天的 直播间三千人 我知道支持二妹的 甜匪 但是我说的是告别的 那些黑匪啊 有些一天有啊 没完了 现在开心了吧 现在你们的看笑话了 倒在旁边去了 怎么不出来面对呢 现在出来带节奏呀 你们平时不是挺哆的吗 现在出来带节奏 对不对 你们现在出来说啊 对吧 口才比我好 气质比我好 那就来嘛 说 有啊 没啊 来跟我说呀 怎么不跟我说 一天天呢 跑去跟二妹私信 然后呢 呃 跟二妹带节奏 二妹他本来年龄就小 他也如意相信别人 你没跟他说一些没完没了的话 他就当真了 知道吧 所以呢 他昨天晚上啊 他平时也是不喝八加一的 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了八加一 但是他哭的那个 说话的样子 我看有点像喝了八加一一样的 知道吧 只有两种可能 对吧 那今天我一起来 我跟他发信息 打电话也打不透了 信息也发不了了 莫名其妙的直接 把我杀了 然后人也不见了 我也很累啊 家伙们 我也很累 说实话 你们不会抖我 你们不会了解我 其实我一路走来 我真的也很累 也很不如意 我也只想安安寂寂的过日子 知道吧 只想安安寂寂的过日子 真的 我不晓一不晓一天天的 我也不晓一天天的 一天天的这种没完没了的 真的很累 去找阿子 嗯 我看这是甩方的 去找甩啊 你再说一遍 去找甩啊 你说叫我去找谁啊 去找阿子啊 没完没了的 一天天的没完没了的 还要 还要怎么样吗 还要怎么样吗 你们没看到我 我眼睛都走了吗 没看到我眼睛都走了 家伙们 你们还可惜 这么这么这么对我吗 去找谁 我心里没有一点事吗 你看我眼睛都走了 是什么原因呢 只有两种可能 有一种可能就是一晚上没有睡 有一种可能就是哭了 对吧 是咋胖了 你们这么的杀我的心情 我会长胖吗 你们这么爱我 我会长胖吗 爱不爱我 无所谓 但是我希望咱们不要 不要折磨阿伟了 阿伟2023年一路走来 真的够不如意了 你们在2024年再折我一下 我真的很累的 知道吗 真的会很累的 知道吗 我真的会很累的 知道吧 我真的会很累的 爱情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世界 不只是只有爱情 也有生活 也有事业 但是爱情是我们人生中的 一部分的生活 知道吧 我们的世界也不能没有爱情 爱情所在 去找二妹 好玩吗 一会儿又让我去找二妹 一会儿又让我去找二子 一会儿又让我去找她 一会儿又让我去找什么 未来的女朋友 累不累啊 还有 我找 我带来了 你们又又收她 把她说走了 你们又让我去找 我一天有完没完的 我也有我的四起要忙呀 大哥大姐们 知道吧 我刚才 我刚好才把一个项目投资了 知道吧 我刚好才 我自己 做了一个公司 花了几千名的 家人们 几千万名的 不是开玩笑的 我以为我的四起要忙呀 又让我去 去 去跑 我很累的 晚安 19 19 20 20 24